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复古主题的旗袍派对 这更是一个关于爱心的 由宋庆明基金发起的慈善晚会 今天的主题要有一点中国风 然后也希望可以的话尽量穿旗袍 那其实我也做了几件旗袍 那个这些旗袍都是张淑萍大师帮我设计的 那师傅是在香港一个很老很老的师傅 可能现在已经不在了 张淑萍的设计加上香港老师傅的手艺 外加他自己配上去的淡绿色的花朵 刘嘉玲在当晚更反彰显自己的女人外 除了刘嘉玲当晚还有一位小绅士格外引人注目 他就是久违的演员马锦涛的大儿子马世天 今天是马世天第一次参加这么盛大的活动对不对 当晚的主题是为了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 妇女儿童的生存条件 而发起的母婴平安活动 这个月前为马锦涛又添金钉的上海姑娘 吴嘉玲也是一个 我妈妈真的挺伟大的 很不容易从十月怀胎 然后到现在 希望所有的准妈妈们还有妈妈们都可以平安健康 今天的活动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然后我在这里愿全天下的妈妈和宝宝平安健康 我们全家人带上我们全部的祝福 献给全天下的妈妈和宝宝健康平安幸福快乐 当天晚宴每桌起价五万元 二十来桌的席位已经筹得现款一百九十二万元 当晚派品由来自爱马仕的手带及万表 有名画和古玩 其中不少用雨漆的话来说 都像是乞讨者一样目得的 当然他也感谢所有的爱心人士 所以我这几个月呢 我好像 他所有的朋友都赞助你 Bagger怎么说的中文 膝盖 膝盖吧 是吧 我这几个月好像膝盖一样 去了什么地方 去什么地方吃饭 我都 请你送一酱彩给我 给我八个人吃饭好不好 免费 从2001年开始 上海宋气凌基金会发起的母婴平安项目 已在贵州 内蒙古 青海 四川 海南等地 先后帮助建立了十八个富有保健站 签置医疗设备三百多台 配信医护人员两千八百多名 为边缘地区母婴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资金 降低孕妇和婴儿的死亡率 就是一个手签两头吧 一头我们签贫穷山区的 贫穷山区的人民 一头呢 我们就什么 就把有钱人签在一起 大家就付出爱心 回馈这社会 世西到晚 共筹得献款三百三十三万元 嘉宾玩得尽敬 爱心也献得尽致 把爱传出去 其实就是件最幸福的事